小朋友看到針頭在眼前說什麼也不肯讓醫護打疫苗 哥哥鬧完換弟弟鬧 孩子最怕就是打針 一旁爸媽倒是笑得很開心 疫情多點爆發 每天增加數萬例 家長還怕沒有疫苗打 當我連假第一天行政院長蘇貞昌跟衛福部長陳時中 特別南下台中視察兒童打疫苗 台北市長柯文哲說 應該要把這個接種站收起來 還說中央浩大喜功累死了三軍 那院長怎麼看 六都設了七個大型的施打站 蘇貞昌戰政中間受訪 在他一旁是立法院副院長蔡奇昌 近日爆出特助發文爭議 蘇奎幫忙解套 蔡奇昌的助理所講的是 在校園兒童施打歸類疫苗的數量 而台中市政府講的是 全台中市小朋友打輝瑞跟莫德納疫苗的數量 互相瞭解就好 蘇貞昌話風一轉強調醫護很辛苦 要大家團結抗疫 其他不願多說 整個行程陳時中不受訪 另外企業呼籲商務入境放寬 行政院回應目前國門開放的慢 要看整體防疫狀況 有消息會有指揮中心對外宣布 滴滴滴的新聞李川柚許又翔 SNU小組台中藏爆了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